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菜鸟也能做出的好味道 需要准备的主料有长条茄子 肥瘦猪肉馅 辅料有青红尖椒 调料有白糖 黄酱 甜蜜酱 香油 八角 姜 葱 首先一点今天我里头用点肉沫 肉沫咱们有点处理方法 处理方法我里头先给它加点姜粒 这样点刀姜粒 主料是茄子 所以肉沫其实是为了起到一点增香 所以不用太多 姜的来一点点 切点小粒 给它搁进去 搁进去的目的是为了什么 为了有效的去掉肉的腥味 而且姜的这时候多加点没毛病 尤其咱们这天气热了 冬吃萝卜 夏吃姜 再一个葱你别少来 葱尤其是一般咱们拌馅做什么 都是最后再加 你提前加 说我就是加了搁冰箱焖一碗 明天再包个东西 那就臭葱了 葱因为它的挥发性跟姜算不一样 不一套了 姜没毛病 姜让它入入味 这一点很关键 今天我们还要往里加点什么 加点酱 这就是今天咱们的妙招所在 那么肉我提前我要给它加一点酱 酱不能加一样酱 你看见没有 我这还讲究加一点点什么 一个是甜面酱 甜面酱 我来了一勺饭 我再来点黄酱 我再来一勺饭 你来一勺 这甜面酱跟黄酱合着用 这叫各有各的香气 那么甜面酱是拿面粉发酵还是多的 那么黄酱是拿黄豆来长期发酵制成的 所以两个加起来有不同的味道 我们再融入姜末 我们再加一点点料酒 这也是为了给肉去腥味 我们给它拌匀了 让它提前入味 你比如说我这时候不入味 我直接跟锅里炒 那个味道很难进去 这样提前把肉里头的酱全部融入到肉里头 等于让肉馅在炒之前就先吃饱了 吃饱了 把味已经吃足了 这时候你在煸的时候就没那么难了 可是有很多时候 您在用肉末炒菜的时候 并没有事先把肉腌的这么透过 是因为这个菜的口味 不要求这种酱香味这么突出 对吧 我们切点小料 切点小料 还是需要配点小料的 这里头又用到了葱姜蒜 也是 葱姜蒜其实就欠锅用 来两片就够了 刚才前面您在做这个 腌这个肉的时候 您只用了一些姜末 为什么没用葱末我还是没太明白 如果这里面再割点葱末有什么问题 它容易有那种时间长了 它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因为我们需要腌一会 对 这个是用姜主要是起到去它的肉腥味 这时候我再加点葱姜 是为了什么 呛锅使的 吃出的葱姜自身的这种香气 是吧 那就不一样了 这个用法真的很讲究 就是说到底是让它跟食材混在一起 还是在不同的步骤里单独使用 它发挥的作用是不一样的 蔬菜三千之外的葱姜蒜的三千用法也很重要 葱姜饼我们切好了 一边备用 然后我们再拍点蒜 这都是呛锅用的 呛锅 这个是尾蒜 呛锅是葱姜 出锅用尾蒜 都是把食材自身的香气给它逼出来 其实都是这个作用 用这些香辛料 对 料用这些香辛料 好 蒜蓉我们也准备好 放入一边 备用 这青红椒您是为了翘一点颜色 翘一点颜色 大家看趋势物做菜还有一个特点 它之前会姿姿兮兮的把这个需要用的各种备料 甚至需要用的一些杯盘碗碟都准备好 我在家里就乱抓 你乱抓了 那没毛病 最后反而把饭做出来就走了 可是就总觉得特别不好意思跟人说 我在您边上站过很久很久很久 人家都跟趋势学的 最后我们吃 其实这个煮食材了 煮食材 茄子 今天您用了一条长茄子 长茄子 这个其实我们就先给它切成一段一段的 过去我们老吃的大圆茄子 北方那种大圆茄子 我看就不太吃香了 像做这个菜 选那样的茄子 是不是也不如这长茄子好 我们主要选这个茄子的目的就在于什么 在于它条条带皮 如果是大圆茄子怎么都不可能 不可能 你块块都带 要不就整块的切大厚片 我这带皮了 所以每一次做茄子 茄子都强调用茄子 你尽量让它刀刀都带皮 块块都能吃到有营养的部分 很均匀 咱们今天切的这算是宽条还是块 咱们切的是小宽条 点火 好 这个茄子如果切成了片会怎么样呢 你要切成大圆片 稍微薄一点 薄一点的片也行 但是做出了彩的卖像 很好 好 拨上火 要教我们对付茄子的办法了 我们来一点点油 提前告诉大家 区师傅要教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手法 就是让茄子拿走我们的油 再让他们把油还给我们 你说的有点很违背 这确实茄子真的很讨厌 你知道吧 是 你看咱们放了这点油 就不少 你看 就这个 多半勺了 你看 我再加点 将近就一勺了 就是挺多油了 放多油了 一会你看 一下子就全吃进去了 太过分了 茄子 很快 茄子就要把我们的油 一滴不剩的拿走了 甭着急 不要被表象 你看 你看 一滴油都没了 全吃的干干净净的 是吧 甭着急 我关小火一点点 让它慢慢成熟 当茄子把油吃进去以后 我们只要关上小火 慢慢等它水气出来 没关系 就走出来了 自从 屈师傅介绍了这一招以后 我的心态上 对茄子的看法也有改变 这油等于 在茄子上就是过了一下 过了一下 对 你看 现在这个时间 稍微长一点 屈师傅又加了一点火 让它 让它加热 再往外 更严重的 逼一逼它的水气 对 茄子应该是表面 开始有点 变色 一个是明显的 就比刚才那个 你看锅底已经开始 开始 一点点往外渗了 往外渗了 开始是油了 对 它油开始往外走了 就里头的温度现在升高了 所以妙就妙在时间上 对 现在你看边有点黄 你别以为它熟了 它没熟呢 里头的温度不够呢 只是外边有温度了 所以你要慢慢的 别着急 一点点晃 给它温度 我不着急 我早上它把所有的油 都还给我 现在显然 这茄子还没塌下去 没塌下去 它还挺着呢 像这种时候 如果我又担心 它变色变得太厉害 我其实就降一点 降下去 火 把火关小了 你看它关小火了 对对对 是吧 它们就行了吗 然后适当 你看现在就开始 逐渐逐渐 大家看见了吧 有这小水柱了 它开始还了 它开始还了 现在我开始用大火了 开始逼它 快速出来 因为茄子现在已经是 基本成熟了 基本成熟 软身了 太厉害了 终于让它 你看没有 开始 你看看 往下流了 是吧 大家看 其实我现在把这个锅 斜一斜 把这个茄子掰一掰 待会我们把茄子弄出来以后 这锅里要是还剩的油 原来还可以炒菜油 对 不煎出去 那个花青素本身的味道 其实茄子还是色的 色的 对 行了 你看 你看这油 全出来了 你看这油 是吧 太好了 都还给我们了 全出来了 最后我们给它倒出来 把油毙掉 你看油全出去了 太棒了 所以我们这个茄子条就煎好了 好了 现在我们就开始 给点油 我们就要煸这肉了 好 就开始煸肉了 煸肉就不用那么多油了 不用那么多油了 把这肉呢 肉沫呢 其实不能太多 太多一会儿 全是跟酱子似的 是吧 把腌好的肉沫 我们放下去 这是我们用姜粒 用甜面酱 黄酱 还有 没做盐了 后来 这个时候 来一点点大料瓣 大料瓣 来两个大料瓣 这是我们刚才腌好的肉馅 放两个 有人说这个 就跟茄子做 茄子特别的配肉 对 我们多放点肉馅 我们把这个大料瓣也煸香了 是吧 肉呢 开始也一起煸着 这样子呢 肉香和大料瓣的香气融为一体了 哎呀 其实可以多来点肉馅吗 哎 肉馅呢 你比如想多吃 嗯 也可以多加点 但它不好在它呢 一会儿炒得跟肉酱似的 不让烧茄子了 你不是酱烧茄子了 酱烧肉末了 是吧 最后我们把它放上 放上葱姜 嗯 我们切好的葱姜末 我们再煸面啊 这时候用小火 别用大火 大火这么小的葱姜 很容易就糊了 今天我们这个肉馅 选的是肥瘦 肥瘦都有的 那时候啊 如果你用的是纯瘦肉馅 就不好办了 好 我们把这些调料拿过来 好 这个酱是不用了 对 糖呢 我们来点糖 来点料酒 来点料酒 来点糖 盐还不要点吗 对 加了料酒以后 我们来点这个酱油 好 整个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得注意着 这个火呢 不能太大 对 因为肉馅是不能被颠糊的啊 来 下点水 嗯 每次您用的这个水量哈 我觉得都特别放 来 这个时候把茄子放在里面 嗯 水放多少呢 嗯 只要能把这茄条 基本的给它 哎 腌着了 就行了 嗯 让那茄条 跟肉 跟那大料瓣 葱姜 啊 和我们的调料 一直泡着它 烧制 以这个为度 对 你比如说我们刚开始 就一点点酱和酱油 是吧 如果盐不够的话呢 可以少加少许盐 让它有点回味呢 烧茄子 北方烧茄容易 哎 喜欢加一点点糖 是 这点糖会把这个整个的鲜味给串起来 对 这时候呢 哎 你看我给它晃 是吧 让那茄呢 哎 烧一烧 把茄子烧烂了 啊 把味道烧进去 啊 这个当时我发现锅里的油 还是有点多 咋办呢 你外外锅把油撇到这边 拿小勺把油撇进去 哎 汤少了再加点汤 为时添加 哎 汤少了再加点汤 汤多了 哎 再减点汤 这时候就是勾芡的 这时候就可以勾芡了 是吧 我们先把这青红椒 嗯 我们准备把这个基本成熟了 把青红椒粒割下去了 让它有一个基本的成熟 这个时候我们再来一点点芡 嗯 一旦芡汁下去 这个菜就是一步出勺了 对 哎 一翻锅 齐了 是吧 好 你看那个汤汁即使是在离开火 往盘里盛的过程当中 还在往菜上裹 能干得出来 我什么时候炒完菜 锅里能这么干干净净呢 哎 最后我们把这一点生蒜 好 再来一点尾蒜 尾蒜 撒上去 哎 这道菜 酱烧茄子就做好了 最后拿 吃的时候 拿这勺 筷子 跟它蒜 跟这茄子一半 哎 你再吃 不一样了 今天这个应该就叫典型的一锅成菜 一锅成菜 嗯 我是觉得如果在编肉末的时候 我没有把握的话 我能不能编好了 先把它盛出来 我老担心就是 我东西在家里会 就着这一锅肉末 又放葱姜蒜 又放调料什么什么的 它可能就糊了 那不会的 你可以什么 随时都控制火 是吧 我把火可以关 小一点 是吧 我把这肉稍微一编 编透了 把这个我们煎好的茄子一放入 我把调料一放 这就可以了 而且中间我们还可以有加汤汁 就加水的过程 对 这道咸鲜微甜 酱香浓郁的酱香肉末茄子的做法是这样的 第一 肉末中加入姜粒 甜面酱 黄酱 料酒 搅拌均匀 腌制十分钟 长茄子去地 切条备用 第二 平底锅中倒入油 吸成热时下茄条 煎透变软后取出 第三 锅中留底油 煎炒肉末 下入八角 葱姜末烹料酒 酱油 加清水 放入茄条 用盐白糖调味 烧至片刻 下青红椒粒 勾芡翻炒均匀 出锅后撒蒜末即可 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 王首逸十三香 独家广民播出的天天饮食 我们好吃 可是我们不懒做 好 天天锦囊 这是一道很棒的养生食调汤 不但可以降压减脂 醒脑强身 同时还是热衷减肥朋友们的佳肴 金针海带汤 需要准备的食材有 金针菇 海带丝 胡萝卜 十三香 香菜 小葱 做法是 一海带丝放入开水中 焯熟捞出备用 二热锅凉油 香香葱花 下胡萝卜丝和海带丝 煸炒片刻 加清水 撒适量十三香和盐 等开锅后再下金针菇 煮上三分钟 调入鸡精 出锅前撒香菜即可 经典菜谱 现在就送 点击官网 微信微博 三个方式下载 一天一道 得益菜 转 read 小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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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银 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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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